包括所长 学员队计划完毕 请所长指示 回队 使 王耀武竟然在功德林里当上官了 1950年元旦期间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 所长王英光宣布 从此以后生活在功德林里的国君俘虏 不会再被冠引战犯的称呼 去而代之的新名字是学员 我们对你们的称呼也改为某某同学 某某学员 你们相互之间互称同学 互称幸福 除此之外 功德林开始实行 由学员来管理学员的政策 例如每天上午出操时 就由当天的值班员组织 第一批值班员 由王耀武 耀耀香 你们轮流担任 以后再根据具体的情况 做相应的调整 王耀武 解散以后 拿学习资料分发给所有学员 是 功德林所长一声令下 王耀武正式走马上任 他挨个给其他国君将领们分发学习资料 除了手里忙着 他嘴上也不停在说着不要乱 看起来非常的负责任 都来领书 哎呀 别别乱的啊 时间来到第二天 在王耀武的带领下 所有学员再次在操场集合 所长王英光宣布 国家给众人订做的新衣服道 从明天开始 所有人按照新的着装要求 统一着装 国家现在刚刚成立 还很群 能够拿出这么大一笔钱给大家定制服装是很不容易 希望大家好好的爱惜 在王耀武的带领下众人拍好队 每位学员都领到了一身新衣服 从内裤到袜子应有精力 众人回到宿舍后 有些顽固拍例如黄维汤泽等 看都不看这些新衣服一眼 而有些保守拍 拿到新衣服后松了一口气 他们终于确定短期内 共军不会杀他们 众人的表现王耀武看在眼中 作为一个聪明人 他也做出了自己的行动 我试试吧 我得试试 王耀武 你这鞋跟我们不一样 你这带大条 哎呀 我吃不到 你喜欢你拿走啊 哎呦呦 花给你酒 我可不敢 哎呀 没关系 没关系 看王耀武换衣服 陈长杰围了过来 在他拿着鞋找不同时 王耀武已经换好了衣服 有了康泽的话作对比 我们立刻就能看出王耀武和康泽 思想觉悟的高低 怪不得王耀武能获得高级布鞋 而其他人只能穿普通布鞋 别愣着了 都穿上试试啊 对对对对 快快快